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一点 紧接开始一路回挡 收盘跌七十点 几乎说在今天的最低点 高低点来回一百四十点 尽上的啦 涨那么多了对不对 你看这一波 一千四百七十一点 一千四百七十一点 也不过才三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想象不到 不会啦 每天节目里面我都一直告诉你嘛 选后就要大涨 美国总统选后就要大涨 台北股市外资在大作涨 都早就跟你讲啦 会冲出去 只是你想象不到 哇这么快就已经快接近一万四了 其实昨天我跟大家讲过了 对不对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了 外资在大买 可是在大卖台子期的净多单 你看昨天一天少了将近五千口 正确是四千五百口 一个礼拜下来 少了一万三千多口 你知道台子期净多单 我虽然没有在带期货 可是我长期有在观察 正常一天增减在两千口以内 净净的 三千靠一净 这是大动作了 昨天一天少了四千五百多口 而且一个多礼拜时间 少了一万三千多口 台子期净多单 总数外资的部分 降到剩下一万六千口 这是超低标啊 外资台子期净多单总数 高标 六万口七万口都有 正常都维持在三万口到四万口 两万口以下 就是低标了 就是低标了 那加权指数大涨之后 外资已经开始在 优先跑台子期 代表什么 代表外资看涨高之后 已经提前把高风险部位 开始做回收了嘛 降低持股了嘛 可见了连外资也担心 一下子涨那么高 短线回挡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那外资都有这样的疑虑了 外资都有这样的担心了 你就要谨慎嘛 去管子就不可以堆了嘛 对不对 涨高就不可以追了嘛 所以我昨天特别提醒你之后 今天管子出现开高拉回 拉回是好事 纵使跌个两天三天都没关系 大方向趋势出来之后 逢拉回 你要加败 而且要买对 而且要买对 你看我上礼拜就开始卖股票 有没有 我上礼拜开始卖股票啊 卖原相 卖文帽 卖金册 卖茂林 起管的 指标管的 我都先卖了 我都没给你看了 昨天美国股市 又涨 327点 连跌三天之后 又开始出现上涨 纳斯达克0.2% 非诚报道题 涨1.5% 其实你看美国股市 这波虽然涨得多 最近是不是也慢下来了 最近两周是不是慢下来 台北股市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美国股市慢下来之后 我们还继续在冲 虽然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涨高难免回档修正尽雄 那美国虽然在高档 已经洗了两个礼拜 这也是好事啊 对这也好事啊 我们来看昨天美国股市的起床 你来看 昨天美国股市主要在涨什么 我们看 石油股涨4到6% 美国的银行股涨2至4% 疫苗的莫德纳涨3.5% 通用汽车4% 特斯拉6.5% 波音5.8% 奇异3% 迪士尼3.5% 都在走什么 石油银行运输 记忆体的部分 电子股的部分 是美国铝业5.2% 那科技股的部分 昨天亚马逊也跌 苹果跌2.9% 科技股的部分 昨天涨比较多只有 恩智普3.5% 美光4.5% 硬跌的WD4.8% 西捷2.3% 所以昨天美国的科技股 只有记忆体跟储存墙而已 那这个其实对台湾也是不利的啊 对不对 因为台北股市跟美国的衔接 不是在传统产业那一块 是在科技股这一块 在半导体股这一块 那昨天美国股市涨 是传统产业银行石油运输 反而科技股市弱的 苹果跌了2.9% 所以对我们10%构期 也是不利的啊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开高走低 其实是预期中的嘛 是预期中的嘛 那美国股市短线在这里洗 也没关系 因为整个长线多头 跟刚开始而已 你看在那参基金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了 选前很多人担心会崩盘 担心川普会落选 我说没关系你放心 美国股市选后都会大涨 选前都会胶着 选后都会大涨 选后是不是大涨了 不对 那这倒下有加四千点嘛 非得 pelosante的是 大涨 沮给14% 而且这是大长线的多头 这一点2016年算完后 凱几樓涝凱逆座逆座逆 都会把越习惹 2012年也是了 选前浇着 选后凱凱逆座逆座逆座逆 你看涨那么久 所以利润美国总统选后 是大长线的多头 所以掌掌停停 掌掌停停沒關係 你還說蹲了 才跳得高嘛對不對 蹲了之後才跳得高嘛 那這次台北股市更強 因為外資在作帳嘛 我10月底就在講啊 外資大賣 結果股市 台北股市大氣 存兩國的外資 一定要作小啊 這跑不掉的啦 外資一定要作帳 不作帳怎麼辦 不作帳明年 他就收不到錢了對不對 所以我說外資要趕作業 不然會被當掉 1到10月賣了快7000億 所以我鼓勵你 趕快跟外資作帳的列車 緊急就對了 很多人擔心1萬3天險 我也告訴你 1萬3一點都不高 你看12682是182加 現在960加 上市加速增加6倍啊 1萬3怎麼會是高呢 一點都不高 所以觀念的正確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講完之後台北股市 是不是很快 萬事就看到了啊 現在甚至有人已經喊到1萬5啦 1萬5也不是不可能啦 要時間啦 要時間啦 行情總是慢慢走的 你看是不是一下子而已 就衝到快1萬4了 今年最強的單月 一個月去1400幾點 而且外資11月 馬上大買了1500多億 四年來買最多的單月 你看 前面最多是105年3月 1671億 我看這個很容易超越啦 再買個兩天就超越了嘛 對不對 那再往前 民國96年6月份 這個月買了1820億 所以目前你不要認為在高啊 外資的買超 即將創四年來最高 甚至於要創什麼樣 創13年來單月最多啊 那外資哪要好大啊 1萬3 1萬3了 反而在全力加碼嘛 為什麼 因為要做賬嘛 因為不做賬 明年就要被當掉了嘛 從市場上面就收不到錢了嘛 所以你看 從外資最近的動作裡面 就很清楚 他不但是買 不是只有買而已 還創一支 還創一支 一邊買一邊喊 一邊買一邊喊 好熱鬧好積極啊 你看大買聯電之後 緊接著喊聯電54元 這很像耶 上禮拜五 聯電到33元 當花54元 一喊就65% 這個是做賬的手段嘛 他如果喊高個3% 5% 10% 你們就不理他了嘛 對不對 喊高個60% 你們就好興奮喔 哇 外資說會漲到54塊錢 快來賣 賬戶就進去了啊 那是不是幫外資抬轎了 你看今天 56萬張啊 比昨天21萬張 假如要一倍刷 超過一倍了 就今天 拉高做賬 收賬最多 那怕你賣的時候什麼都抬下去了 你今天再去買聯電是不是全部套住了 對不對 所以自己要有分析 不要單純微密是從 在聽外資在划 外資都這樣啦 大家買一買之後 就在划金管 然後你們就去幫他抬轎 你看頂賣也是啊 台積電457元 外資買好多了 直接喊到625元 哇 30幾% 那你們就很爽啦 對不對 很爽你們就去追啦 就一追就下來啦 你們一追進去之後 外資就丟給你啦 那你看聯電 台積電 他在這裡喊 喊完之後第一根 第二根你再買之後 你就投下去了 你要投進去了 這樣看得懂了沒 所以除了要有自己的分析以外 我一直告訴你 不要一直追強勢股 你在幫主力抬轎 因為主力把人也買完了嘛 他買很多之後 開始去扣 大家看官官 你去堆 那不是幫他抬轎嗎 你要當一個聰明的投資人嘛 在法人還沒買的時候 先買來淡嘛 對不對 法人高持股 股價在底部 先買來淡啊 等到法人一歸對 他就幫你抬轎嘛 我都這樣在做的啊 你們發現嗎 我都不會行情漲高 再去追 我問到法人要買 我先買淡 一般主力股我是不想跟啊 因為業績太爛了太投機 我專門找那種法人高持股 今年又賺大錢了 那股價跌低的時候 法人還沒買 我先買 我買的蛋 因為我不知道外資什麼時候要買嘛 對不對 外資也不會告訴我嘛 他又不是我親戚 怎麼會告訴我 我先買蛋 我有的是時間啊 你總該歸對啊 那你一歸對是不是幫我抬轎了 你看這次外資作帳 我十月底講的時候 我第一檔我就說日月光 因為台積電在歷史高點 台達電歷史高點 聯發科在歷史高點 只有日月光在低點 你看這一段上來 台積電沒有15%了啦 更低了 聯發科7% 台達電6% 日月光就20%啊 這樣有差嗎 有差啊 在低點的時候外資還沒買我就先買啦 41天42天開始買 你看每晚都是不是上來了 上來外資還沒歸對喔 一壓下來 10月28號 63塊錢趕快再加碼 來國金加碼 加碼完之後 外資歸對了 是不是開始去啦 越去越高 72塊買一邊 70塊國金回來 70塊錢再買回來 一買回來之後 繼續漲 你看我在下面 我先買來等 慢沒關係 我有的是時間 等外資一歸對 是不是幫我抬轎上去了 我是不是都先底部買來等 等外資法人回來 幫我抬轎 這樣做比較輕鬆 你看你坐在轎子上面 是不是很輕鬆 那你去幫別人抬轎 那是不是很危險 是不是很辛苦 到時候主力一倒出來 你不會護照 你就被套住啦 我在買 我買底部 外資怎麼倒 我層面比他低 我都贏他 日月光會又去喔 八十八九十五 會來喔 後來 後來就來了 十二月就來了 明年第一季會漲價5到10% 這老闆說的 不是外資說的 移運長說 產能已經滿到明年第二季底了 人家已经摆到每年六月去了 所以日月光又变又去 那日月光如果涨到九十 六十到九十 有五十%吗 那你算五十% 那你算金山啊 对不对 轻松又可以赚大钱 我都这样做的啊 你看望宏 我告个九月的时候我就讲了 美光要去啊 美国的法人已经开始调高美光的报价了 我讲的时候美光还在这里 我讲的时候美光还在这里 后面美光是不是大戏啊 美光大戏 美光大涨 南亚科就会大戏啊 因为两个是同步的啊 那南亚科涨 望宏就会戏啊 你看前三季两块二 股价六七 前三季两块二一模一样 股价才三三一半而已 毛利一个三十五点九% 一个二十五点八% 所以重点不是南亚科 重点是望宏 你看这两个礼拜 外资买最多 上市贵第一名 就是望宏 就是望宏 一个星期买一万兆 你看望宏也是啊 第一波买进去高档 三三四没掉 二十四% 没掉之后落下来 我说可以再买了 是不是买完之后 又来一次压回 我没走 这边我没走啦 我一样继续抱着 那外资还没归队 等到外资一归队之后 帮我们抬轿上去 对不对 外资还没买 我们先买来等 我们先买来等 走一遍 然后再求 我有一次时间跟你等嘛 等到外资一归队 是不是要帮我抬轿了 所以在法人还没买的时候 先买来等 法人归队是不是帮我抬轿了 那这样一上来 是不是又二十三%了 那两次 是不是四十几% 这样怎么来轻松 我都是这样在做的啊 你看礼拜一外资 买望宏三万多张 买南亚科三千兆而已 有差吗 差很多啦 因为价钱差一倍嘛 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嘛 重点在这里不是这个嘛 那外资已经喊到四十一了 四十一我觉得会超过啦 会敲轿 会敲轿啦 记忆体明年会涨价 你看我在九月份的时候 我就说啦 告诉我我就说啦 对不对 九月的时候我就讲啦 告诉我我就说啦 现在材责啊 咱夹消息点处 资讯落差两个月 你们怎么算贏了我 你怎么会赢得了市场 对不对 那是不是又是一样 法人还没买先买来等 等到法人归队 诶 又帮我抬轿 这样做要看三十八五的八分很简单 不用每天看哦 谁最强 谁涨停 然后堆来堆去 然后买不堆 我不做这种事嘛 是不是 其他老师可能会这样做啊 每天跟你讲涨停版的股票 怕你讲到什么都没讲 每天讲要很精彩 叫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在全程 什么股票都从头到尾 让你看到 你看国具也是啊 三百个时期我开市买 没有人在讲 外资也没有买 我三百个时期开市买国具 你都知道啊 你们有没有跟我不知道 我天天讲讲了两个月了 涨也讲跌也讲还告诉你 五百五百一定出去 是不是冲出去啊 是不是冲出去啊 越起越高 四零四 四零七 四百十八 昨天四百二了 今天四百四十五啊 一张百二块耶 一张就十二万了 十张百二万耶 老师你国具破两个去 破两个去不行哦 一支股票爆两个月不行哦 天天涨天天涨 两个在里面 一张坍12万 十张坍百二万 买十张你问他 三百二十万你有没有 你有啊 三百二十万两个坍百二万 这样还不划算哦 这样还不划算哦 对这样还不划算哦 那我在底部买 买来等 外资一归对 是不是又帮我抬轿了 是不是都是底部买来报 等外资来帮我抬轿 对不对 等外资来帮我抬轿 五百的来报 你看我三百二买 我就说五百了 谁敢向我这样喊的 我不是黑白花的啦 你看现在已经四百四十五万 三九八 所以买底部GEO股 你不用去队贯 摊三十八五十八 很轻松啦 五百四的来报 我不是黑白花的 你看春天制作所 全球第一大被动元件 人家早就已经 破今年一关店 冲出去啦 今天又再创历史新高 冲出去二十四趴 以国具四百九十八的二十四趴 六百几块啊 春天制作人 起到国具的六百十七块啊 太阳又电 也创新高了 今天又创历史新高 二点三趴 已经相当于国具六百块啊 国具现在四啊四而已 五百的来报 小cas 你有国具也跟我一起做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 找外资高持股 先买的蛋 外资一归队 帮我抬轿 三十八五十八 轻而易举 更上年的验 外资作战武林机枪 我带你唱后面两个的 会大起五十八的股票 华仲夫电话 清早很高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 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我在现场 这个礼拜六我有两场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台中 礼拜六下午在台北 我这次要告诉你的事 12月外资作帐冲刺班 什么叫冲刺班 我上班英港在的10月底 我说外资全力作帐 就一个月下来不到 外资已经买了快1600亿了 所以11月份是怎么样 外资作帐的起手势 听到不 11月是起手势 12月呢 全力冲刺 冲刺班 最后一顾个 外资一定要全力冲刺 哪些股票是12月份外资全力冲刺的重点股 我在演讲会场上告诉你 今天开始接受预约报名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那你如果不知道电话的 等一下广告中打电话进来报名 我只买底部机油股 你们知道 买底部机油股 你要探30% 50% 很轻松 而且带你进带你出 对 你看原相 是不是买底部的 买完之后都标给你看啊 那长高要会卖一下子啊 你看卖了之后 208卖 是不是落下了 这样一张一张14块 一张万是10张14万啊 对 这样25% 落下到5Q 50%谁说一定要一次赚到底 分两次分三次也可以嘛 是不是 原相落下到Q就好啊 有没有带进带出 对 经测也是在那底部部的啊 买完之后开始起 大起 655部的你都知道了 776 783 800空部的啊 可以了 先卖一次了 一张赚15万啊 一张赚15万 十张赚153万 可以卖了啦 对不对 卖了之后是不是掉下来了 今天经测 开高 或者你说 啊老师经测去就碎了啊 我说没关系啦 碎就碎了嘛 真的不可以做白金也好 对不对 就今天又是开高走低啊 对 今天又开高走低啊 等买到Q就好了嘛 等一下再买就好了啊 对 你看群联也是啊 底部就是你们说的 瓦珠花四百 是不是一下子而已 又26%了 那指标高的不要在追啦 等押回再买 那有你也是啊 底部一上来就是20% 涨高卖一下 不然就会落下了 那一来一回是六云 一张六千 十张一张六万啊 落到Q就好了啦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吃过很多钱没时间讲啊 打电话进来报名 礼拜六 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 十二月外资作战 全力充斥的充斥班 会有什么高票的重点 打电话进来报名 演讲会长告诉你 最好祝您操作顺利 当时刻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